迪拜的公共交通十分发达 有地铁、轻轨、公交巴士、水上巴士等 迪拜是阿联酋七个酋长国之一 迪拜的货币为迪拉姆,英文为AED 目前,一元迪拉姆可兑换大约0.27美元 或者可兑换大约1.87元人民币 使用迪拜公共交通,需要购买一张交通卡 英文为NoCard 在地铁站、公交巴士总站、加勒福等超市都能买到 交通卡是一种充值卡,用来取代传统的纸车票 交通卡有多种,最常见的是银卡与金卡 目前,每张银卡售价25元 其中卡本身费用6元,预留车费19元 金卡同样售价25元 其中卡本身费用6元,预留车费19元 持有金卡,可乘坐地铁、轻轨的头等车厢 头等车厢座位宽大,交通高峰时也比较不拥挤 但是,金卡车费是银卡的一倍 迪拜地铁分为红线与绿线 红线沿海岸穿过迪拜城区 绿线则分布在迪拜老城区 乘坐地铁,进站前需要在刷卡机,也称打卡机,上刷卡 交通卡上预留的车费不足时无法进站 出站时,也需要在刷卡机上刷卡 机器会根据你乘坐地铁的区间 自动扣除你的交通卡上预留的车费 地铁车厢分为头等车厢 富有车厢与普通车厢 持有金卡,可乘坐头等车厢 妇女儿童可乘坐富有车厢 男性成年乘客如果使用银卡,则只可乘坐普通车厢 公交巴士分布在迪拜全城的大街小巷 乘坐公交巴士前,也需在车门处刷卡机上刷卡 下车时还需刷卡,机器会根据你乘坐巴士的距离 自动扣除你的交通卡上预留的车费 轻软也称油轨电车,运行在珠美拉棕榈岛地区 轻轨站台门口没有刷卡机 忘记刷卡,也能上车或出站 应特别注意,刷卡机在站台上,进站出站,不要忘记刷卡 机器会根据你乘坐轻轨的距离 自动扣除你的交通卡上预留的车费 如果不按规定刷卡,可能会被高额罚款 中美拉棕榈岛有很多水上巴士码头 多数游客喜欢从这里乘坐水上巴士观光 水上巴士的码头一般没有刷卡机 需要在水上巴士购票处用交通卡买纸传票 当然也可以用现金或信用卡直接购买 上船时,工作人员会查验你的纸传票 下船时一般不再查票 如果您是第一次乘水上巴士 建议查看手机上的地图 这样可以随时知道水上巴士的位置 以免错过下船的码头 交通卡中预留的车费不足时,应当及时充值 充值可到售票处,人工充值 最方便的方法是在售票机上自助充值 这是三种最常见的售票机 它们最大的不同是读交通卡的方式 一种是躺平读卡 一种是数字读卡 最后一种是触摸读卡 在售票机上的充值步骤如下 点击屏幕,让机器开始工作 先选择语言,我们选择英文 将交通卡放置在读卡口上,或者触摸读卡 机器会显示交通卡中预留的车费 点击充值按钮 屏幕会显示充值数额 点击需要的充值数额 再选择付款方式,刷卡或付现金 使用信用卡时,在这里刷卡 使用现金时,可以在这里放入纸币 如果付款成功,屏幕会显示交通卡中心的预留车费 点击这个按钮,可以打印收据 最后,不要忘记取回信用卡和交通卡 交通卡不仅可以乘车 还可以在车站内的小卖铺购买食品或其他小商品 当你离开迪拜时,如果交通卡中还有未用完的预留的车费 可以去售票处去退还,但要扣除25%的手续费 这时去车站内的小卖铺,买些零食更为划算 祝大家迪拜旅游观光愉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